伊毕·怀特 美国作家 1952年出版了他的小说《夏洛特的网》 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儿童是读着这本书长大的 这本小说同汤姆索亚利贤记等九本书 并列为美国最伟大的十部儿童文学作品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小女孩芬家里的母猪产仔 其中有一只特别弱小 很难存活 芬的父亲打算把她处理掉 芬坚持要求把她留下来自己养 取名威尔博 威尔博在芬的招聊下健康成长 威尔博渐渐长大 被卖给了芬的舅舅祖克曼先生 芬每天放学都去看威尔博 威尔博住在古仓的一层 这一层里生活着奶牛 马 绵羊 鹅等许多农场动物 甚至还有一只老鼠 威尔博对陌生的环境感到害怕 他在鹅的指导下撞开一块木板逃了出去 但又被一桶猪石诱惑了回来 威尔博感到十分孤独 精神萎靡 主人觉得他生病了 给他灌了药 在黑暗中 他听到一个声音 问他是否需要一个朋友 但威尔博看不清他的样子 第二天 威尔博终于看清了 要做他朋友的那个动物 蜘蛛夏洛特 夏洛特住在门框上 吃苍蝇 还喝其他昆虫的血 威尔博感到这很残忍 夏天到了 到处生机勃勃 小鹅孵出来了 但有一只蛋坏了 俄夫妇就把他送给了老鼠 威尔博开始喜欢夏洛特 老杨告诉威尔博 在圣诞节他就会被杀死 用来做腌肉和火腿 威尔博感到极度恐惧 芬告诉妈妈 自己可以听得懂 骨仓动物们的谈话 妈妈十分担心 觉得女儿有问题 蜘蛛夏洛特答应威尔博 要想办法拯救她的性命 芬的兄弟发现了夏洛特 要抓他 老鼠收藏的臭鹅蛋炸了 气味难闻 男孩跑掉了 这救了夏洛特一命 夏洛特有了个好主意 他在门框上织网 上面织了两个字 好猪 主人一家觉得这是个神迹 跑去告诉牧师 人们蜂拥而来观看这个神迹 古仓里的动物们商议 夏洛特下次该知什么字 因为他们知道 人是会遗忘的动物 他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个神迹 夏洛特又在网上编制了一个词 很棒 人们兴趣又起 主人祖克曼一家 决定带着威尔博去参加军农展会 分给母亲讲动物们谈论的事情 母亲很不安 去见医生 医生不以为然 觉得小孩子能听得懂动物的谈话 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威尔博和夏洛特的友谊日渐加深 他希望夏洛特能和他一起去农展会 可夏洛特不想去 因为他的产卵了 但为了友谊 最后夏洛特还是决定和威尔博同去 他们还带上了老鼠 因为老鼠可以帮忙 从书报上找找合适的词 供夏洛特知道网上 来告知人们 威尔博是上帝护佑的猪 在农展会上 威尔博没能获得冠军 胜利者是隔壁的猪 那猪虽然不聪明 但块头很大 这时老鼠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词给他们 鲜杯 于是夏洛特把这个词知道了蜘蛛网上 整个农展会上的人都深感惊讶 因为这个神迹 威尔博获得了特别奖 夏洛特就在农展会这个临时的住处产了514个卵 但他的生命一到尽头 连随威尔博回骨仓的力气都没有了 威尔博悲痛欲绝 但他对此无能为力 他和老鼠告别了夏洛特 带回了夏洛特的乱 冬天来了 威尔博活着见到了雪 春天来了 夏洛特的孩子出生了 大部分小蜘蛛都随风而去四处安家 只有三只留了下来 继续着威尔博和他们妈妈的友谊 夏洛特的网 虽然经常被钉上儿童文学的标签 但读完之后就会发现 其实它也是一本写给大人看的书 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 如生命的价值 如友谊的内涵 这本书都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思维和话语 呈现给我们看 对威尔博来说 它生命的价值 似乎就是尽可能地逃避死亡 享受主人提供的猪食 有朋友相伴不孤单 对于老鼠来说 生命的价值在于吃 其他的不过都是过眼云烟 而在这个问题上 蜘蛛夏洛特 给了我们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 在诀别前 它对威尔博说 然而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该怎么说呢 我们出生 我们短暂地活着 我们死亡 一个蜘蛛在一生中 只忙碌着捕捉 吞噬小飞虫 是毫无意义的 通过帮助你 我才可能试着 在我的生命里 找到一点价值 老天知道 每个人活着时 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 才好吧 多么谦卑而朴素的生命观 友情 可能是这本书 最让人感觉刻骨铭心的部分 没有我们常见的故事中的 那种跌宕起伏的情节 来演出友谊的开始 这个故事中 威尔博和夏洛特的友谊 开始得毫无戏剧性可言 当骨仓里所有的动物 都拒绝和威尔博一起玩时 他深感绝望 这时 以暮色降临 但黑暗中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这声音相当的微弱 但听起来 却那么使人愉快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 威尔博 那个声音说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 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 我喜欢你 现在 请停下一秒钟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生命中的一路走来 你有没有也经历过 这样的时刻 有没有想过 其实 这种最平淡朴实的开始 可能才是友谊 最真实的样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之间的互动 似乎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事 比如 夏洛特给威尔博讲故事 给他唱歌 安慰他不要怕 想尽各种办法 能够让他远离屠刀 夏洛特很清楚 自己的生命将随着夏天的结束 而结束 远远早于威尔博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但他整个夏天 都在不自觉地操心着威尔博生命的安危 最后 他终于决定 要为自己做些事情 把卵缠在安全的骨仓里 可这时 冲突出现了 威尔博的农展会之行 很需要夏洛特同行 夏洛特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同行 因为他觉得能让朋友活下去更重要 最后 夏洛特来不及回到骨仓 只能把卵缠在农展会的场地 威尔博也没有辜负这种情谊 他不惜一切代价 把夏洛特的卵安全地带回了骨仓 守候到了小蜘蛛们的出生 就这样 来到这世上毫不相干的两个生命 在某个地方相遇 然后有那么一段岁月 相守相知 再然后 愿意为了对方而竭尽自己的权利 在我们一生跌跌撞撞的跋涉中 这种友情 只要想一想 就足以让人感动 这本书中的不同角色 几乎都让人感觉温暖 骨仓里的动物们开始讨厌威尔博 而后来却成为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连最自私的老鼠 在最关键的时刻也没有袖手旁观 他陪威尔博去农展会 帮助威尔博带回夏洛特的孩子们 没有他的相助 事情没办法有一个好的结局 其实 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 在我们的世界里 总有人与我们同在 总有人有意无意地路过 也许 正是这些人带来的温暖 才让我们在遇到挫折时 不至于绝望吧 让我们用一段故事中简单的文字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读书时间吧 整个冬天 威尔博都在照看着夏洛特的卵囊 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 给卵囊躺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每个寒冷的夜晚 他都躺在那里 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 对威尔博来说 他的生命中 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 他耐心地等着冬天的结束 小蜘蛛们的到来 当你在等待什么发生 或被孵出来时 生活总是变得漫长而又单调 可冬天终于还是过去了 好 好 好